那麼各位呢剛剛我們提過就是你平常這種簡報大概就power point 可是你從小用到大 我想那個簡報只要一出來假設他是套用範本的 你應該思索的時間不超過兩秒就知道他是用哪個範本的吧 即使現在已經推到什麼2017 2018 2019 事實上沒什麼差對不對看起來都是差不多 好那您可以往下看一下有沒有同學用過PrayE這個簡報的 喔有所以有老師有用過對不對 請問效果怎麼樣應該還不錯吧 英文才推動起來真的很好 糟糕糟糕 現在只有問題是卡在語言不是卡在軟體 輸入進去他們不適合用 他只有顯示了中文是不是只有那個 只有細明體現在新版他有分兩個版本 就是舊版本還有細明體跟黑體 但是新版的只剩細明體 而且中文操縱很麻煩 對對對 好 請問那個新版本的PrayE跟中版本 其實它的新版本 差蠻多的 對 對 對對對 新版本的最麻煩是中文 就像我剛剛講只剩新細明體 那這個對很多人來講就不方便 第二個PrayE其實它是比較早投入這一塊的 但它不是最早的 好只是說它發展的比較好 所以國外用的也不少 那第二個它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因為它是國外的服務 所以尤其是我們在就是學術網路裡面 你去連的話你會發現速度比較慢 好就慢蠻多 因為你要它離線版它有 像我們Volksguide它是一個單立的軟體 它有 可是那是屬於付費的 那就不見得多數我們會去選擇 好這個是它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呢其實如果您有用過這個Volksguide的話 就那PrayE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PrayE的豪華版 哈哈哈哈 使用方式其實概念都一樣 都是所謂的新制圖 好新制圖 那我們現在呢 您平常用的這個PowerPoint 有沒有發現每頁都是分開的 對不對 雖然它有所謂的範本 沒有錯可以做所謂整體設計 但是你不要忘記的每頁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今天你要改一個東西 除非你去動範本 不然就是每頁都要特別改嘛 那麼在Focus在裡面 就好像你有一張很大的圖畫 好像我們在做一張海報一樣 我跟你講你今天呢你要做 我就是整體設計好 你看就是一樣的 好就是一樣的 那要改代是同步會看到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今天的簡報這邊有一個 點進去 有沒有就輪印進去 也可以做動畫嘛 對不對 好那我再往裡面走 這是網頁的還是說 展的網頁可以嗎 都有都可以 它可以是離線的 也可以是像這樣放成網頁版本 現在等於是因為我們的電腦 下傳 對它有一個 它的編輯環境就是我們這個 它是單機的環境 所以剛剛我們解決的一個小問題就是 如果你用Presy它是雲端的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 因為系統是不是要載進來 所以你的速度反應當然比較慢 那麼在單機上 因為你安裝起來了 所以你的軟體的部分 等於是借用你自己的電腦去做處理 內容的部分它可以從雲端下載 比如說那些範本啊那些圖庫 是不是速度相對就比較快 好這個是它的優點 好這是它的優點 那再來就是 剛提到的字型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用Presy它的字型會限制在 細明體 但是現在呢 你因為用自己的電腦 你電腦有什麼字型 你是不是都可以用 就沒有這個限制 這樣你了解的 好而且 因為我看到你有散發蘋果光嗎 還有Maker版 我沒有下 可是我下不下來 所以我才問這個問題 喔可以啊 它有Maker版啊 可以用啊 我就想問你又怎麼把這個下下來 因為我都沒有辦法使用 好 反正人家有Maker版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好那再來我們看下面這裡 反正這個 像這樣稍微介紹一下 而且呢 你今天你放到最大 如果你用的是向量 有沒有發現 我可以隨時輪一輪到 對不對 那我今天可以滑過來 我就看別的啊 我不一定要照那個順序啊 所以這個就是它整張設計的好處 好整張 就好像真的是一個海報嘛 你只要看啊 你就看啊 所以像我們最近給同學出的作為 你知道是什麼嗎 有一個快結束的那個 23、24要結束那個 花博啊 就給同學去設計花博啊 對啊 那這個他們就可以玩很多 好 那這個呢 那它的概念 其實我們Volgaria Predia 它的概念都來自新制圖 所以其實新制圖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什麼 思考方式嘛 你今天用什麼軟體 其實你說不用Xmine 當然沒關係啊 你用什麼方式 用紙本也很好 都OK 但是重點在說 你用這個方式去做呈現 假設用這個去做簡報 我想 可能你要就是 比較生動的 大概不太容易 就要靠你的嘴巴 但是呢 如果你畫面上 你要比較生動 因為我們剛剛那是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所以說 我一般都會在這邊規劃好 我才拿到這邊來做呈現 這樣子 好 那您再往下看 我還有放幾個Sample 幾個Sample 像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 點下去 有沒有這樣就如今進來 對不對 跟平常各位看到的是不太一樣 我必須承認我也是他用範本的 但是我用的範本 就是你比較沒看過的範本 這樣可以嗎 反正這樣有 眼睛有亮一下就好了 那下面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Google簡報 你看我這樣用也可以啊 對不對 不一定要怎麼樣用 反正 重點就是說 你可以簡報的工具越多 我可以的選擇 是不是就越多 我不會每次都用同一個 我也不代表說 你今天學的這個 就不能用PowerPoint 不是啊 你偶爾用一下 還是不錯的啊 就看你怎麼用 好那這個裡面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他有Windows版 有Mac版 好那 Focus Guide呢 他有分兩個版本 不是作業系統版本 而是什麼 他有分所謂的 國際版 跟簡體版 那這兩個都有繁體中文 但是差別在哪裡 授權方案不同 好如果你是這個國際版的 他授權方案就是 按月角角或按黏角角的 現在都比較麻煩 現在都是這種比較多 那如果呢 你用的是這個 就買一次 終身有效 沒有免費的 免費的啊 你用免費的版本 就可以用啊 只是他有一個小小浮水印啊 對啊 但是功能 當然有點限制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浮水印 這樣有看到嗎 還在可接受範圍啦 好那如果你覺得說 我連這個我都不想要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付費的 有以前我用過付費的 就是用國際版的 對對對 這個都可以 那如果像一個人 付費了 可不可以多人使用是這樣嗎 這樣子呢 當作我沒聽到好嗎 哈哈哈哈 他沒有他沒有去擋你 Photoshop Adobe的處理方式是 你軟體你都可以裝嘛 但是你同時上線有兩個帳號 沒有他買一個可以兩個帳號 因為有些人是家有PC 然後家裡有Mac 那個平板 那個什麼 筆電 所以他可以裝兩台 最多兩台的帳號同時登錄這樣子 對 對 那這個呢 這個沒有 目前應該是沒有 所以就可以一個人用 然後完全半個 我沒有講喔 那你講的喔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啦 好 就是 其實你可以用國際版的啊 比如說你真正 真正要輸出的時候 我就用國際版的 那輸出的時候就沒有那個膚水印啊 這樣也可以啊 你可以買一個月的啦 像我之前都買一個月的 因為我要輸出影片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用一個月的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參考的 那另外新制圖的部分呢 這個 S-Mine的部分 就待會我們再來介紹就好 其實有一些圖長不見了喔 這樣大致上有比較了解了吧 好